大家好,歡迎再次收看股壇事件 我是市基金的李浩德 在我旁邊是蕭穎青先生,施老闆 施老闆你好 你好 今天是星期四,我們是早一日拍攝節目 這個星期,正如你上星期所說的 短期見底反彈 今天就算跌倒少少,也守住26,000 不過,本地形勢仍然是很大變化 本地,我上次說,最惡劣的環境就過去 但這件事,由於政府只是用攤冷的手法 沒有做一些加速和解 或者加速平靜下來的行為去配合 可能還要一段時間 但我見,特首都出來多了 都說了多了 我們近期派堂,又要對話 派堂,作用不大 因為這麼大的政治分歧 如果讓你快一點就搞定 這個世界就容易管很多 我自己覺得,派堂,陳茂波說得是因應經濟問題 但經濟,我覺得第三季,就很難看 老實說,我見零售熱,飲食熱 已經有些汁,等著汁 壓力也不小,大家都感受了 昨天去入油,油站 油站,平時有時候要排隊 只有一輛、兩輛車 可能整天風路,車都不肯駕駛出來 晚上車都減少了 我相信影響的範圍,都挺大 我見,跟本地生意有關 因為香港的股票,不只是本地公司 跟本地生意有關,零售熱、地產 其實都回落得幾多下 沒錯 這些影響,會否陸續衍生出來 即使事情磨化 但可能有些東西未曾暴露 可能陸續暴露出來 SB磨化,不同行業都有影響 可能對他們,還有些壓力 但可能只是這個時候 可能是他們抵賣的時候 如果那間公司本身是 有競爭力,有競爭力 最差的時候,其實是投資 這個星期,另一個 可能大家都觀察到 就是很多不同的公司 都出來,有很多聲明 很多登下報紙 反對暴力 支持政府,支持政府 去處理這件事情 這次和以往很不同 所以這件事,施生你又怎樣看? 有什麼含意? 我記得港英年代,六、七年暴動的時候 都叫了很多社會研達 商會、大機構 出來支持政府 這是政府的行為 這次我相信,無論香港政府 或者北京都有事宜 不算下達指令 香港始終是自由社會 商人有自主空間 但是號召 希望他們配合 我相信應該是 由官方 或者掌權者的意願 溫馨提示 我相信 不是簡單的溫馨 而是相對態度鮮明 情況下 態度很清楚 亦相對強硬的態度下 才同一時間 那麼多出來 我自己都接觸不少商人 有些文章 跟他平時說的 都不是差很遠 應該都是自己的看法 他們的確不想香港搞得太亂 令經濟受損 這是 我相信 多數商人的意願 我看施先生 你好像寫了一篇文章 都可以在這裏說一說 事實上市場的反應 最多人說的就是 李先生的一篇文章 李嘉誠先生的一篇文章 我不可以代李先生說的 其中有一句 我都寫了一篇專欄 其中一篇文章 叫做因果由覺 沒錯 我覺得 我自己看這句說話 不是錯的 如果觀眾了解一下 李嘉誠先生 出了兩篇頭版的文章 不是文章 他只有口號也好 對聯也好 都是一個簡單的表態 不是長文 不過很多人被以次解讀 施先生 我沒有以次解讀 我是按照字面 說自己的看法 其中一句叫做因果由覺 我覺得是 沒錯的 不是說 李嘉誠的說法 我只是說字面 我們現在香港所發生的事情 國民的前因後果 都是由國家所造成的 為何這麼說呢 清朝腐敗無能 輸了鴉片戰爭 香港才會淪為英國殖民地 亦都要中國再次崛起 才有機會 從英國手上 取回這塊土地 如果沒有資料到 採取你也會浪費 當日香港島 一次過要還給我們 對 本來如果按照合約 香港九龍就是割揚 就不能拿回 部分才是租借的 新界界限 街以北才到97年租約到期 以夫人去北京談 初初還說 以主權換治權 主權給你治權 拿回 鄧小平完全不輸他 根本沒有談判餘地 這也是因為 中國的地位強了 他已經拿回 拿回才出現 後殖民地的一些經常會出現的事情 大部分國家 殖民地政權結出之後 都會出現一個內部的分化 就是路向問題 以後怎樣走 以前就跟著殖民地中主國的路線 例如你 法國離開了越南 分開南、北越 日本離開了韓國 南、北韓打餐死 荷蘭離開了印尼 蘇加諾和蘇哈圖較量 最後蘇哈圖勝出 清理左翼勢力 都殺了數以十萬計 百萬人 大部分殖民地國家 都出現這種情況 英國離開印度 都分為巴基斯坦 權力有轉變 一個是權力 一個是路向 香港 本來一樣會面對 殖民地離開了 都會有不同的選擇 但因為 中國那時候已經是勢強 只有一種選擇 就是 一國兩制 鄧小平拍板 但在初初 問題是 一個被掩藏 另一個就是 對一國兩制 分歧未出現 大陸設計出來 大陸有一套想法 香港人有一套想法 慢慢發覺 理解不同 而香港 接觸都多了 從1997年到現在 都很不同 另外 香港亦都有 舊的勢力 亦都有既得利益 西方以前的既得利益 商界的既得利益 以及新一代 對未來的看法 經過這麼多年 處理得不好 都要承認 處理得不好 才會出這麼多問題 變成了 出現一種路向的改變 很多人 抗拒共產黨 抗拒歸納 由共產黨領導的一國 去主導 所以變成了 有一批人親西方 向西方求龍丹 亦有一些人 主張回歸之後 應該以中國 來主導 所以很多因素都是國家扮演的角色 現在表面看來 以人數計 香港 利身力的確是 挺強的 這件事 牽涉到 國家的取態 如果連13億人民幣 700萬人民幣 是相對一個小數 有時 亦不僅是 人多人少 我記得 牢旺達的衝突 一個是 陶西族 一個是胡逃族 胡逃族 人多很多 但是陶西族 強項 管理能力強 實力強很多 最後 都是陶西族 重新掌權 現在香港 哪一種力量主導大呢 你看 本地 人多勢眾 這個圈 看人多勢眾 但是 九七前 可能英國主導 九七後 我自己看 中國的主導力量 還是比較強 所以 某種程度 以後怎樣發生 我相信 都不能夠 排除 中國的意願 所以特朗普 最初都說 跟北京 搞定 要 跟北京 才解決問題 這是 無可避免的 因果由角 是一個實際情況 按照這個實際情況 大家找到一個 大家都接受到的方案 是最理想的做法 還有第二句 施先生 第二句 還不容易解釋 但我覺得 複雜很多 第二句 叫做 由港 自己 由 由香港 來 自己 管治自己 這個 亦都不錯了 因為鄧小平的說法 是 港人 自港 自港 港人不是普通港人 是愛國人士 我相信 要維持一國兩制 是 港人自港 這個基礎上 才有一國兩制 現在 在港人自港 哪些範圍 屬於自港範圍 哪些範圍屬於自國範圍 這方面 未來要界定清楚 如果能夠界定清楚 分爭就會介紹一點 譬如 香港一般的市政 巴士路線 怎樣行 這些 中央都不會管 生意怎樣做 雖然現在 大灣區 都是號召 都未強制性 一定要去大灣區設公司 那些 不會的 所以那些 我相信 不會的 我相信大陸想做的 就是 生意 經濟 民生 這些 港人游港自家 另外有一部分 就是游國 作主 哪些游國 作主 可能 這方面 就是現在 有爭執的地方 譬如 政治上的問題 譬如 如果你說 香港可不可以 搞獨立 主權問題 主權問題 究竟這條界線怎樣滑 如果能夠 大家說清楚 後過渡期 就容易平穩過渡 現在我相信 最大的問題 在哪裡 就是 治港制度 以前 有選舉制度 選舉制度 其實 跟西方民主 不是完全一樣 應該說是 有中國特色的民主 中國特色包括什麼 就是 要是 你給一個選舉委員會來選 即是間選 其實美國也是間選 美國是即選總統 也不是即選 是的 另一個 就是給你即選 但要提名的時候 一個門檻 得到中央認可 提名 那時候 先做前面 中央決定 ABC 讓你選 最後 還有一人票選 對ABC 都有影響 ABC為了爭取多些選票 都會反映 選民的議員 我自己 上次在這個方面 我主張待遇 一人一票 民主的主要造成部分 在外國的提名 很多時候都是政黨提名 都是由某些人選 讓普通人選 我認為 分部進行 政治是可以一步步去做的 我認為是待遇 但當時 政改問題 最後 成為戰中 那次 也是一個 分歧 出來之後 最後 一人一票的選舉 都沒有 我覺得 這個問題 如果 能夠解決的話 分爭會少一點 所以 其實 後過到期 很關鍵的 就是 由 講自己 的模式 界線 講清楚 香港 就可以解決 如果這些問題 拖著的話 就會在不同的議題上 用其他模式 再出來 所以 我希望 壞事變好事 大家重新面對問題 去解決 我認為 純粹靠 武力 對抗 香港人 是 不夠 槍光子 打 回來的 政權 去 跟他衝突 沒有好結果 應該 發揮 我們現在 還有的 金融中心地位 有 幫人民幣 國際化的能力 希望能夠 在國家 還有貢獻 時 國家 會照顧 為了 保留這些功能 會讓香港有特殊的 對待 如果說 冷炒 沒有了 他還估計這些 現在投鼠記氣 氣都失敗了 他又 不用記了 所以我自己覺得 應該發揮香港 角色 還是一隻會生 金蛋 我不會煮你 你自己 攬炒 就沒有了 所以我傾向 暴露問題 之後 大家一起研究 如何解決 就是解決 由港自己 界線如何滑 制度如何定 後過渡期 可以相對安穩 現在是否朝著方向發展 這個 起碼要有人 提出 亦有其他人顯示意願 我就 聽一些朋友 政界的朋友說 都打算 如果 政府說 肯 聽聽意見 都爭取 想去 說 港客 說的方式 可能 借李先生 那兩句說話 就怎樣游港自己 將游港自己 現在這個 比較抽象 相對 只有幾個字 要將它 演繹得清楚 重新討論 這兩句是值得重新討論的 重新討論 現在 有些人說 人家說 你又說 不要扭曲 李先生的說話 我不是 扭曲他的說話 我說的全部是我的說話 不是 李先生的意思 讓李先生自己說 我是聽到這兩句說話 聯想到 啟發了香港 接下來的 是一個 往後如何行的 提典 我希望 香港 走向更美好 多謝施先生 今天時間差不多 各位觀眾想看我們的節目 或多了解私基金 歡迎到以下的網址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